因為這個兜兜man去西藏 所以他覺得啊 你太讓我失望了 我竟然加入你的會員 可惡啊 我們這些白痴 你最聰明 去西藏怎麼了 人家自己去西藏拍影片 人家玩玩 人家也回來了 人家也沒怎麼了 人家拍影片介紹西藏不行嗎 那你封鎖就封鎖吧 自己要把自己的世界活得很小 你可悲人家不可悲 任何想要飛出籠子外面的 就會被籠裡面這些青鳥講 你去啊 你去外面你就不要回來 你看外面多危險 外面多邪惡 還是我們這個民主自由的牢籠 來的舒適安穩 你看外面的那個世界 外面的那些鳥 哎呀 你看那些同路人 你去 你不覺得很危險嗎 你不知道紅色警戒嗎 你怎麼敢飛出籠子外面 還是待在籠子裡面比較安全 民進黨真的活成自己 最討厭的那個樣子 紅共綠共是不是一家親啊 你在批評什麼去哪裡都要中共審核才能過 那大陸人去哪邊 大陸人來台灣不也是要綠共審核嗎 現在綠共審核比中共還審核言得多 那你有什麼資格批評人家 脆上面又來了啊 時下藝人最愛用的脆 瘋狂討論中國觀光 看到有人斥責Dodo Man去西藏 Dodo Man喔 這也是我的這個製作人介紹給我的 他也是一個百萬youtuber 他是介紹什麼東西的啊 很多他們之前是在那個美國矽谷工作工程師有兩個人 然後後來就拍了很多去很多國家旅遊的影片啊 然後介紹了很多科技或者是生活的東西 然後最近那其中一個人還原的 他們就是去了這個西藏玩 然後播出這個照片之後 現在也被肉搜出來 就是很多的青鳥貼粉們表示非常失望 嗯好 就是這個他們是竹科 矽谷工程師 矽谷工程師 矽谷工程師的背景做的這個youtuber 那他們就是去玩啦 去西藏玩 然後呢Po出影片 我青鳥你們的句點也太低了吧 奇怪這個也太誇張 人家去西藏玩 Po出影片 你這樣也要罵 你到底在罵三小的好奇怪哦 哦我不懂我真不明白哦 好來但是這邊啦就是青鳥的Trade 我們來分享一下哦 好來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青鳥的一個Trade的用戶 他說 記什麼薩泰爾之後是西藏 沒想到也是第一個加入會員的頻道 會走到這個這個地步哦 就是因為這個dodorman去西藏哦 所以他覺得啊 你太讓我失望了 我既然加入你的會員 可惡啊 然後呢 這篇推文一字罵翻 然後下面就有說 真心的難過啊 你怎麼可以去西藏呢 一直很喜歡他們哦 怎麼樣找賀龍以後就退訂了 反正那他們之間的事啊 但是就是說 不用回答那些裝白癡的問 去西藏怎麼了的家夥 封鎖就好了 哎 去西藏怎麼了 我真的想問哦 不好意思哦 我們這些白癡 你最聰明 去西藏怎麼了 人家 自己去西藏拍影片 人家玩玩 人家也回來了 人家也沒怎麼了 那你到底是怎麼樣 人家拍影片介紹西藏不行嗎 你也有病 那你封鎖就封鎖吧 自己要把自己的世界活得很小 你可悲 人家不可悲哦 也有人就是解釋啊 為什麼不能去旅遊啊 我自己很想去玩啊 更多人去才有更多參考意義啊 西藏不是你想去哪裡就能去 哦 你只能去中共要你去的地方 而且只能跟團不能自由行 這樣條件下真的有參考性嗎 哦 西藏是只能跟團不能自由行嗎 應該不是吧 因為我沒有去過西藏 我也沒去過新疆啊 我一直很期待就是說 不是那個波特王還是什麼 這邊很多人批評 就是說台灣的網紅 一直被中國大陸各個單位 這個統戰 然後就是 叫網紅去大陸拍片 宣傳他們的觀光 這樣然後這個叫做被統戰 奇怪了 怎麼都沒有大陸的這個單位來找我呢 我好想去西藏 好想去這個新疆看一看走一走 歡迎各位這個單位來洽詢本人我 好不好 我就是來拍片 宣傳那個觀光旅遊 我就很想去看看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去那邊 只能跟團不能自由行啊 但是 西藏不是你想去哪裡就能去的地方 你只能去中共要你去的地方 而且只能跟團不能自由行 這樣的條件下真的有參考性嗎 這位這個青鳥的網友 你把西藏兩個字 改成台灣 對大陸人講 賣通哦 你不覺得很好笑 現在 現在大陸人連來台灣都不行了啦 他們連自由行也不開放 團克也不開放 但是以前 在19年之前 大陸是來台有團克的 也有自由行 好 那你把這個西藏 現在大家一直想 那你自由行進 怎麼回 那起碼開放團克嘛 好不好 那你把西藏改成台灣 對大陸人也會通 台灣不是大陸人 想要去就能去的地方 你只能去台灣當局 要你去的地方 而且只能跟團 還不能自由行 這樣的條件下 你還要去台灣嗎 台灣 你真的覺得台灣去有參考性嗎 好可悲哦 每一個回力標 你把主詞改一改 都打到自己 你真的好不好笑 我們台灣對中國大陸民眾的限制 比 大陸人對台灣的限制 而是多得多 台灣人 或者是一個外國人 要去新疆或西藏 也許他們可能會有若干的限制 但是他們對我們的限制 比我們對他們的限制來的鬆 好不好 我們對大陸人的限制 來的超緊的 超嚴的 照這個標準來講 台灣是不是很可怕的地方 好可怕哦 大陸人你不要來 台灣真的嚇死了 這麼可怕的地方 你也有敢去 你只能去台灣當局 要你去的地方 這句話也是 我在想像那個胡哥那個時候 來台灣的時候 可能大陸人也是這樣跟他講 台灣啊 不是你想去哪裡就能去的地方 你只能去台灣當局 要你去的地方 而且晚上你只能住在旅館 你連出來逛個夜市都不行 你這樣的條件下 胡哥 你確定你還要去台灣嗎 很恐怖呢 不是很好笑嗎 迴力標一直打到自己 拜託這些青鳥 你們可不可以 不要這麼 單細胞的思考 你們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迴力標打到自己的話 好不好 好 謝謝您的解釋 原來不知道是需要中共允許才能 才能進的地方 一樣嘛 謝謝您的解釋 是不然我都不知道原來台灣 我們去台灣是要台灣當局允許 律共允許我們台灣人去台灣 好可怕喔 好來留言也被出征 我真的覺得好無聊 他去西藏真的被出征 他就是講他去西藏啊 結束夢幻又神秘的西藏之旅 好多好故事有好多照片 來這個對你很失望 請問這是什麼團呢 好奇怪喔 這個也要攻擊 來 魯蛇小鳥們大火出征 擁護綠共黨 對啊 我常常講啦 民進黨真的活成自己最討厭的那個樣子 紅共綠共是不是一家親啊 你在批評 什麼去哪裡都要中共審核才能過 那大陸人 去哪邊 大陸人來台灣 不也是要綠共審核嗎 現在綠共審核比中共還審核嚴的多 那你有什麼資格批評人家 那大陸可以來台灣玩嗎 拜託 好來綠鳥出征越風越好 越好哈哈哈 西藏新疆我也想去 我也想啊 奇怪怎麼沒有人來邀我呢 好不好 是不是嫌我這個聲量不夠啊 各位這個單位 好來 去西藏玩怎麼了 鳥真的是最低等的生物 蠻好玩的 出征什麼啦 去哪也要管 啊你這週要幹嘛 這個這個網友講的很好玩 去新疆西藏玩 比民進黨找中國小三還可惡 沒有啦 差不多可惡 啊但是如果 不是中國小三 只是小三 那沒事 民進黨黨員 找小三都嘛OK 都嘛沒事 但是只要你的小三是中國的 沙無色 不行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整個打大叉叉 你看像那個趙天靈就GG了 交通部部長 下台 就是因為小三是中國的 好 青鳥就是一圈低能兒 好啦我必須講啦 青鳥 我真的想青鳥是什麼樣的人 他們就是活在台灣 然後自己同溫層非常非常的厚 那當然也不能怪他們 因為你自己想嘛 鳥就是你把它養在籠子裡面 他以為他的籠子就是他的世界嘛 反正你餵鳥吃什麼 主人餵鳥吃什麼飼料 鳥就吃什麼飼料 反正他飛了就是他在那個籠子裡面 你這個青鳥這個 綽號取得真好 民進黨 民進黨支持者就是被民進黨 養在鳥籠裡的一群青鳥 民進黨餵這群鳥 吃什麼飼料 他們就吃什麼飼料 他們餵這些鳥說 中共是邪惡的 中國是落後的 中國大陸很危險不要去 去了你就完蛋了 那反正這個鳥就吃 吃了就跟其他鳥講 好危險喔好危險喔 然後看到外面鳥在外面融著外面飛 因為主人跟那些鳥講 你不要在籠子外面飛啊 在籠子外面飛好危險的 然後籠子裡面的這群青鳥 青鳥就 哎呀你看他們在外面飛 哎呀你飛 你飛出去你就不要回來了 有時候你就飛出去啊 那籠子裡面的鳥呢 就很害怕怎麼辦 我不 我也想要出去看看走走 但是 他們就叫我出去就不要回來 所以就不敢出去啊 你看現在台灣呢 就好像這個籠裡面的這個青鳥一樣 任何想要飛出籠子外面的 就會被籠裡面這些青鳥講 啊你去啊 你去外面你就不要回來 你看外面多危險 外面多邪惡 還是我們這個民主自由的牢籠 來的舒適安穩 你看外面的那個世界 外面的那些鳥 哎呀 你看那些同路人 你去 你不覺得很危險嗎 你不知道紅色警戒嗎 你怎麼敢飛出籠子外面 還是待在籠子裡面比較安全 就是這個概念啊 很可悲啦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就在練習的時候 完成了 於是